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到了逢星期四的K2搜尋節目時間 我是溫泉妍 近日耳巴衝突 令大家開始關注中東的局勢 跟朋友聊天發現 原來香港人對中東的認識真的很少 有些人甚至分不清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 這真的要歸咎我們的傳媒 過去我們的新聞都是側重在西方 英國美國歐洲澳洲一宗山火我們都會報 但是中東打仗死了整條村的人 都未必能上到我們的新聞 所以由現在開始我覺得我們的傳媒 應該多說中東的故事甚至非洲的故事 因為地球不僅只有歐美幾個大國 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國家的鐵桿兄弟國巴基斯坦 裡面一個中國小火子的故事 在抖音平台有個叫小飛和星光川的故事的帳號 近年很多人關注 它有1200多萬個粉絲 雖然只發了400多條影片 已經有過億的讚好 這個這麼大熱度的大號 就寫明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捐贈 最多都是偶然做直播帶科 幫補收入 這個帳號是屬於一個年輕人叫做小飛 他的帳號主要是記錄 他在巴基斯坦的農村生活 和當地貧民的故事 而其中一段視頻 就是講小飛和他的妻子里拿 被巴基斯坦駐華大使 授予中巴友誼傳遞者的榮譽稱號 於是我就好奇了 到底這個小飛是什麼來歷 做什麼去了巴基斯坦 又在巴基斯坦做了什麼 以至成為中巴友誼大使呢 小飛的名字叫做黃龍飛 來自我們國家的河南 他小時候因為家裡很窮讀書不多 很早就由河南去廣州賺食 學過廚也做過保安 因為認識了一些朋友 告訴他巴基斯坦的玉石生意很好做 而且中巴關係很好 中國人去到那邊不難賺食 於是很想創一番事業的小飛 決定去巴基斯坦闖天下 於是他在2016年隻身來到陌生的角度尋找相機 初來報道語言不通 又未摸清玉石生意的門路 為了生計 他先靠著自己的廚藝 在當地一間中餐館找了份工 一路做一路儲錢一路找機會 由於小飛工作的餐館 會經常組織員工 去到當地窮苦百姓送食物 小飛第一次跟著同事去到貧民窟派飯 立即被眼前的景象嚇壞了 那是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馬巴德交區的小村 這是一個世界地圖都找不到的地方 村裡一共有幾十戶人家 全部都是窮到不得了的極貧戶 這裡雖然叫做貧民窟 但沒有窟更加沒有屋 幾條木就撐起一塊布 搖搖玉聚的帳篷就是他們的家 貧民窟所有的孩子都在這種 四面漏風的窩棚底下長大 這裡不僅缺少充足的食物 乾淨的水源 連遇寒的衣物都不足夠 村民無論大人還是小孩都是疲惑骨瘦 一看就知道是長期營養不良造成的 他們穿得很破爛 很多小孩連鞋都沒有 就這樣光著腳在這些滿布石頭的土路上周圍跑 這裡沒有一天三餐一回事 通常一天只吃一餐 捱不到餓的孩子 就去垃圾場執人家吃剩的 盛飯盛菜 小飛看在眼前的景象 心裡好不示美而 他知道巴基斯坦窮 但沒想到會窮成這樣 可惜小飛當時沒有能力 因為他每個月只有幾千元人工 八成就寄回家 剩下一千元自己用 於是他開始節衣縮食 就在零用錢裡再省錢 用來買食物給貧民窟的小孩 憑藉著勤奮聰明 小飛慢慢找到做玉石生意的門路 他遲了廚師的工作 開始做起玉石買賣 很快生意越做越大 也慢慢有了經濟能力 他第一時間想起貧民窟的老百姓 小飛為貧民送來很多救濟品 但由於不知道外國人的來歷 貧府的百姓對他也有點戒心 即使收了他的救助品 但對小飛的態度還很冷淡 有一次小飛又去到貧民窟送物資 遇到一位女生忽然急病當街倒下 小飛毫不猶疑把他送去醫院 並且自圖腰包 幫他給了過萬元的手術費 令到那位本來沒錢醫病的女生得救 小飛的異舉傳遍了貧民窟 大家終於相信他真心來幫他們的好心人 於是開始跟他交流訴苦 小飛心生意的念頭 就是要幫這班貧民打造一個家 小飛細心留意各種土地的資訊 終於經過了20天的黑談 他成功租了一塊坊地 並且擁有這片土地15年的使用權 小飛開始在這片土地規劃建屋 組織貧民一起建設他們的家園 他塗腰包請這些無業的貧民做建屋工人 給他們工資令到他們有工作也有錢賺 不懂就負責擔擔擔擔擔擔 學得懂的就幫忙做一些技術的工作 小飛告訴他們 這間屋你們要好好地建 因為建好了 住的就是你們 這條村建好了 小飛將它命名為星光村 身懷感恩的貧民 就將小飛推選為村長 要他幫忙管理村內的各種事務 從此小飛就在異國他鄉 書寫他和星光村的故事 而巴基斯坦這條名不經傳的小村 也有了一位中國人的村長 在大家一起努力下 屋建好了 村民也搬入了又結實又漂亮的新屋裡 擁有了可以真正遮風擋穴的家 建好屋之後 考慮到日後的維修問題 小飛又專門向村民教授他們 一些基本的水電修理和房屋修補的知識 有屋住了 但工作也是問題 他們總不能繼續像以前那樣黑土維生 中國人有句話 授人以餘不如授人以餘 於是小飛就耐心教村民耕種 也在每一間屋旁邊畫些丸子 讓他們可以養些雞鴨禽畜 自給自足 小飛就更加資助村民 在星光村開小商店和小超市 方便大家救物之餘 也都引來旁邊區域的人來光顧 增加相機 解決了基本的溫飽 小飛又想到孩子的未來 帶人工作 小孩子總不能無所事事 於是小飛就決定在星光村建一間學校 這間學校專門有一課必修課 就是中文 現在星光村大部分的小孩子都懂得講中文 有次中國大使館派人來觀貨 這班巴基斯坦的孩子在接待來賓的時候 竟然在講流利的普通話 他們除了學中文 學校還會教他們中國文化 小飛就教他們包餃子 端午節的時候 全校的學生更加一起包種慶祝 在小飛多年的努力下 貧民終於可以脫貧 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 而小飛也將太太和一對媽女接來這裡 在巴基斯坦一起經營這條星光村 早前巴基斯坦發生洪災 小飛第一時間趕去災區捐錢捐物資 有網民惡意抹黑小飛 說他做事 說他正是幫外人不幫自己的中國人 小飛覺得很委屈 在網上貼了一張證書 原來他在早前四川路定地震的時候 用黃龍飛和星光村粉絲的名義 捐了10萬元救災 不張揚不等於不關心國家的禮民 即使身在外地 當國家有難 小飛也不忘第一時間貢獻他的力量 本來打算來巴基斯坦創業賺錢的小飛 現在竟然成為村長 成為了貧民脫貧的明燈 他還有很多計劃要在這裡施展 中國和巴基斯坦本來就是鐵桿好兄弟 加上像小飛這一類在民間的大事 為兩國的友好收橋保路 人與人之間 國與國之間 民族與民族之間 本來應該這樣互助 互愛 而不是窗來炮往 世世復仇 始終怨怨相報 何此料呢 好了 今日節目時間有夠 下星期我會繼續在K2搜尋 和大家講新的故事 拜拜